当地时间的3月1号 委内瑞拉副总统罗德里格斯访问俄罗斯 并且与俄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 去俄罗斯卫星网的报道 罗德里格斯表示 针对委内瑞拉的经济封锁应该被解除 这才是造成人道主义危机的根源 拉夫罗夫表示 何方情报显示 美国准备为委内瑞拉反对派提供武器 何方对此感到担忧 在会谈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罗德里格斯表示 委内瑞拉政府需要的指示 解除针对委内瑞拉的非法封锁 包括经济封锁 社会封锁 这些封锁对食品和药品进入委内瑞拉 造成阻碍 也妨碍委内瑞拉生产这些产品 这就是人道主义危机的根源 这是一场美国政府人为制造的危机 美国正在掠夺委内瑞拉的财产 罗德里格斯还表示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已经做出了决定 关闭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 驻里斯本办公室 将其牵制莫斯科 2月25号 美国政府曾发表声明 呼吁其盟友 冻结委内瑞拉国有石油公司 在各国的资产 拉夫罗夫向罗德里格斯 转达了俄罗斯总统普京 对马杜罗的支持 他表示 委内瑞拉内政正在遭受无耻的干涉 俄罗斯支持马杜罗政府 为解决社会与经济问题而采取的措施 拉夫罗夫还说 俄方目前获得的消息显示 美国近期计划 从一个东欧国家购买枪支 迫击炮 以及一系列其他种类的武器 并送到委内瑞拉附近 准备交给为反对派 他表示 俄方对此计划感到担忧 并希望美国能够理智地对待 军事干预委内瑞拉的问题 我已经说了 说 除了一国 除了一国 一国 两个近处 共同处 共同处 支持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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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夫罗夫还表示 委内瑞拉危机调解的过程当中 不应采取外部施压 或发最后通牒的手段 他说 俄罗斯一贯主张 和平调解委内瑞拉国内问题 俄方愿加入地区和国际斡旋努力 为解决委内瑞拉危机促进对话